中国国民党美国西南支部 于12月18日星期六上午11点30分至下午2点 在阿卡迪亚市塔威楼餐厅举办 中国国民党建党116周年党庆大会 惠州同时为前秘书长李焕先生西宫逝世举行追悼默哀 以表追思 即颁发基优禁令党员奖状奖章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我叫谢中皇 是中国国民党西南支部任职常委 今天是中国国民党116年党庆 谢谢大家来参加 中国国民党在1894年 由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的新中会 这是中国国民党成立的起源 那过了116年就是今天 所以中国国民党是116岁 那中国国民党在1894年呢 经过了17年的努力 在1911年呢 也就是武昌起义 推翻满清建立的中华民国 所以1911年再加100年 也就是2011年 也就是明年 就是中国 中华民国建国100年 所以我们很高兴 可以大家来庆祝这个中华民国100年的生日 我们中国国民党曾经担任过秘书长 所以才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一起出席参加 那我相信就是因为有大家的共同的参与跟支持 我们美西兰致富的党务 以及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务 一定会一年比一年的出色 一年比一年的巴达 是这个中华兄回台北 他们说今天里面有个聚会 我刚好在这边 所以我很乐意来参加 主要是和我们的好朋友 过去好几年大家一起努力 尤其我们还记得在2008年 2007年底 大家一起为马总统竞选